这是一部开创性的史学著作 它创造了以记转体写史的先河 成为二十四史之首 这又是一个人趋入奋进的结果 成就了一代史学大家司马迁 标柄华夏史册 史记究竟是一部怎样的著作 它是怎样写旧的 司马迁又是一位什么样的史官 是什么成就了他不朽的历史地位 敬请关注百家讲坛大型系列节目 王力群独史记者史家绝唱 两千多年前 一位文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 忍辱负重 以心灵和血肉之躯 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 此后的几千年 这部伟大的著作 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犹如一座高耸的风碑 屹立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之中 后人无法超越 也难以奇迹 这个人就是司马迁 这部史学著作就是史记 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 他记载了上其皇帝 下至汉武帝 约两千多年的历史 在我国传统国学精品中 唯有史记是无与伦比的白科全书 鲁迅先生称史记是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 他的作者司马迁 本是西汉时期的一位普通史官 在我国封建社会 为数众多的史官当中 并无特别之处 但为什么司马迁后来 能够写出实际 这样伟大的历史剧著 是什么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轨迹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带领我们穿越上千年的历史时光 走进史胜司马迁的内心世界 阅读一部伟大的通史剧著 白家讲坛大型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史记之史家绝唱 大家好 从今天起 我们开始读史记 史记开创了中国史传文学的先河 在史记之前 中国的历史书只有两类 一类是编年题 就是按年代来记述历史的 这其中最有名的 像春秋 像左传 这是编年题的 另一类是国别题 就是按照国家来记载历史的 比如说像国语 像战国策 没有记转体的通史 所谓记转体就是按人物为中心来记述历史的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记转体的通史 这一点对后世影响很大 所以从史记以后 中国所有的正史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二十四史 都是计断体 不过 史记是计断体的通史 其他诸史都是计断体的断代史 就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历史 史记和其他的史书 虽然都是二十四史 但是有很大的差别 第一点 史记充满了爱憎之情 这一点是其他史书不具备 本来一个史学家技术历史 只要求客观的公正的技术 不要求抒发感情 但是史记技术人物的时候 往往带着自己作者 强烈的爱憎之情 他特别对一些悲剧人物 像《项羽本记》写《项羽》 《李江韵列传》写《李广》 对这些人物的技术 史记可以说写的是悲歌慷慨 荡气回肠 非常令人感动 史记的第二个特点 就是他对人物的技术 融入了很多文学的试图 你比如说鸿门燕 鸿门燕一直是被选为 我们高中语文课本的传统教材 达半个多世纪 鸿门燕简直就是一部小说 第三 史记呢 还填补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 许多人物史的空白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史记的话 我们中华民族很多伟人 我们今天就不知道了 比如说 论语的主角孔子 司马迁在史记中间 写了一个孔子世家 第一次完整地 勾画了孔子的一生 这是迄今为止 有关孔子的第一部 也是最权威的一部人物传记 史记还融入了作者 对封建帝王的批判 这一点就更不简单了 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 司马迁在史记中间 批判最尖锐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大汉王朝的 开国皇帝刘邦 第二个是司马迁生活的 当代皇帝汉武帝 一个史学家 敢批判开国皇帝 敢批判自己的顶头上司 这是了不得的 没有胆量 是不敢写的 司马迁既写了 汉高祖 广招贤 最终成就大业的 他的事迹 同时也写了 刘邦 心胸狭隘 杀戮功臣 语言粗俗 写了他很多不良的记录 这与汉武帝的揭露 更是比比皆是 这就是史记的实录精神 批判精神 那么这么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 是谁来完成的呢 是司马迁 司马迁的身世 其实并没有特别之处 他是一个史观家庭 行过万里路 读过万院书 有诗从过当时的一些名师 这都是当时的一些 普通的史观的巨变 那么 是什么事件 让司马迁完成了一个巨变 由一位普通的史观 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史学家呢 是命运 公元前145年 司马迁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史观世界 他的父亲司马谭 是汉武帝时期的史观 司马谭去世之后 司马迁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 继续在汉武帝朝担任史观 在这种情况下 司马迁阅读了大量的宫廷藏书 这些都为史记的写作作了论备 但是如此家学 如此精力 如此条件的史观 在中国封建社会 不足为奇 充其量 司马迁也只是一个 普通的史观而已 那么 是什么事件 是司马迁完成的 由一位普通史观 到伟大史学家的转变呢 广告之后 请继续关注 百家墙谈大型系列节目 王力军独史记之 史家绝唱 公元前99年 汉武帝时期 因为外交手的失败 汉兄关系又紧张起来 汉朝与匈奴的战断处开头 汉武帝派自己的宠妃 李夫人的哥哥李广丽 领兵讨伐群 然而 就是这次与匈奴开战 引发了后来 司马迁命运的专门 那么 在与匈奴的作战中 到底是什么事件 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 继续 这个事件 发生在汉武帝的天汉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99年 这一年 汉武帝 派了一位将军 叫李广丽 此人 是汉武帝最宠幸的爱妃之一 李夫人的长兄 就是他最喜欢的 那个嫔妃李夫人的哥哥 让李广丽带领军队 去攻打匈奴 当然汉武帝的主观目的是 是想让李广丽 借着军功来封侯 同时为了保证李广丽 从军的顺利 汉武帝的话 让当时的一位名将 叫李广丽 让李广丽 让李广丽 让李广丽去搞这个后勤保障 史记的记载叫江子众 就是去做这个后勤保障 但是李广不愿意这样做 李广公开提出来 他愿意带他的五千铺兵 单独出征 以分散匈奴 对李广丽的军事压力 这件事情让汉武帝 心里很不满 武帝就觉得李玲 太不给面子 所以就告诉李广 我没有多余的骑兵配给你 那言外之意说 你要出征 你就带你的五千步兵出征 就在这种情况下 李广带着他的五千步兵出征了 当然李广出征的开始很顺利 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而且李广还马上派人回来 画了地图 回来向汉武帝 报告了进军顺利的情况 武帝也很高兴 但是后来的事情 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因为李宁的五千步兵 遇见了匈奴大蝉鱼 带领的三万匈奴的主力 李宁确实很能打 李宁的五千步兵 把这个大蝉鱼的三万军队 杀死了几千人 大蝉鱼占 兵力虽然是六倍于李宁 但是占不到便宜 所以这个匈奴的蝉鱼啊 就觉得李宁这个步兵啊 太不简单 一怒之下 因为他觉得他 我三万人打不垮 你的五千人 心里过不去 紧急之下 他又把左右贤王 调来了八万军队 加上大蝉鱼的军队 一共是十一万骑兵 对付李宁的五千步兵 李宁在这种情况下是且战且退 而且是越战越勇 最后打到 匈奴的大蝉鱼都觉得 这个仗打不下去 大蝉鱼就准备撤兵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发生了一个意外的突发事件 这个事件 就是李宁有一个部下 受了他上级的侮辱 这个人一怒之下 去投靠了匈奴的参与 叛逃了 然后就报告了李宁这个部队的 两个重要的绝密军情 第一 李宁没有后援部队 你可以放心地打 他没有后援 第二 就李宁的这个步兵之所以能够打 主要依靠的是他有一种 可以连发连射的弓箭 叫弩机 它就是一种箭的 弓箭的升级改造版本 这个箭它用机器发射 可以连发连射的 说它那个弩机的箭 快要用完了 这样一说 这个匈奴的缠约啊 就觉得有希望了 也不撤兵了 然后集中他的军队 对李宁发动总攻 而且李宁的军队当时是在 行进在山谷里 这个缠约的军队 匈奴的军队是在两边的山上 往这个山谷里边扔这个大石块 说李宁剩下的这个三千士兵啊 伤亡惨重 这个仗打不下去 而且箭没有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李宁就觉得打不下去 分散突围吧 突围的时候 只最后 他的三千士兵中间 只有四百个人逃回来了 李宁的副手 阵亡啊 李宁是被俘 投降了 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李宁时代 李宁兵被投降的消息 传到汉武帝的耳中的时候 汉武帝是震怒 非常生气 大臣们 看见皇帝生气了 舆论是一边倒 大臣们纷纷要求 要严惩礼临 就是在这个时候 汉武帝看见了他身边的司马迁 因为司马迁作为太使令 是朝义的时候是要参加的 他问司马迁什么看法 司马迁看见武帝非常生气 他为了宽一宽汉武帝的心 司马迁就讲了三点 他说第一 李宁是个国士啊 国士是一国之中 最优秀的人才称之为国士 这李宁是个国士 他一心一想的就是报效国家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李宁以五千步兵 和匈奴参与 打了十几天仗 且战且退 他杀的敌人 远远超过了 他的五千步兵的人数 所以李宁虽然战败了 他立下来了功劳 也足以告慰天下 第三 司马迁认为 李宁不是真相 是伟相 李宁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 一定会找机会报答汉朝的 本来 司马迁说这几句话 是想宽 是想宽 汉武帝的心 同时也为李宁做一点开拓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个话 刚刚落地 汉武帝啊 是龙颜大怒 立即 把司马迁下到牢狱之中 定位 无上 就是无限皇上 这是一个非常重的罪啊 无上罪 处理的决定 处理的决定 死刑 司马迁就因为李宁之祸 一下子被打入死囚牢 判了死刑 按照汉代的规定 判为死刑的人 有三种选择 第一 伏法受逐 就是等着被处决 第二 以前 宿命 就是交出来五十万 可以免死 第三 接受攻刑 攻刑 就是阉割 一个男子的生殖器官 这叫攻刑 司马迁这个时候 他已经史记开始写作了一段时间 如果这个时候 他接受死刑的话 史记就完了 史记就写不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 司马迁不可能接受死刑 那么不能接受死刑 剩下两条路 第一 拿钱来 第二 接受攻刑 司马迁这个官 虽然是太史令 经常在皇帝身边 但是属于中低收入啊 司马迁家里没有钱 那么拿不起五十万 只剩一条路 你又不愿意死 又没有钱 剩下一条路 攻刑 所以司马迁最后 为了完成史记 接受了攻刑 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所说的 影响司马迁 改变司马迁 一生的一个最大的事件 李灵事件 李灵指货 对司马迁来说 无疑是一次重大的难击 司马迁在绝望中 选择了攻刑 攻刑不单是残酷的肉刑 也是对精神和尊严的粗暴健康 西汉时期 很多人甘愿一死 也不愿意受攻刑 但选择攻刑 对司马迁来说 意味着什么 他的生活 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李灵事件 对司马迁 影响非常之大 首先 身份 司马迁原来的身份 本来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官吏 接受攻刑了以后 他成了一个 不是太监的太监 这个对于司马迁 现在这个打击太大 因为他的身份变化 首先他成了一个男人的另类 他不是男人 第二 他成了一个士大夫的另类 他不可能被士大夫的阶层所接受 第三 他成了一个文化人的另类 那就是说 司马迁本来是个文化人 是个士大夫 是一个读书人 但是现在 他原来所归属的群体 把他开除了 不承认他是男人 不承认他是文化人 不承认他是士大夫 这个对司马迁的打击非常之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终生羞辱 司马迁在谈到这个 自己接受攻行 这个痛苦的时候 说过几句非常沉痛的话 他说 行莫丑于乳先 够莫大于攻行 说一个人活在世上 你做的最大的错事 莫过于侮辱了你的祖宗 说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 你被人指责的最大的过失 莫过于你接受了攻行 所以司马迁后来谈到 他在有一篇很有名的书信 叫《报任安书》 也叫做《报任少青书》 在这个书信中间 谈到他接受攻行以后 那个痛苦 他说是以长一日而久回 说长子一天 不知道要转动多次 句子忽忽若有所无 出者不知其所往 他说坐到家里头 就精神谎 出去以后 不知道往哪里去 每念思耻 汗未尝不乏被沾一夜 一想起这个结受攻行的痛苦 那个脊背上的冷汗 马上就渗出来 把他的衣服 后背的衣服全部 给浸湿了 浸透了 所以他觉得结受攻行以后 这个耻辱和他的生命是相伴的 所以司马迁感到这个耻辱太大了 这是第二点 最后 财命相伴 司马迁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 但是李灵直获的这个命运 让他的财和他自己的命 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所以他 他说他自己 他说即使财怀随和 行若犹疑 那就是说我怀着像 这个和氏璧 像随侯诛 那样的才能 我即使像古代的那个贤人 徐游 薄疑 那么高洁的高士 但是别人看我是怎么样呢 把我看得是一钱不值 终不可以为荣 这个道理很简单 因为人他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 人的社会性 是区别于人和动物的一个根本的区别 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 他必须要得到社会的承认 司马迁接受供应 最大的一点就是 他不被这个社会所承认的 所以司马迁保全自己生命的代价 是付出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这是一个惨痛的代价 所以 结受供应以后 作为男人的司马迁 死掉了 作为一个封建师大夫的司马迁 也死掉了 但是在史记中间 激扬文字的那个太史公 却获得了新生 这就是司马迁 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西汉时期 供应是一种残酷的精神 与身体的双重惩罚 受刑者终身受人 生不如死 就连司马迁这样 一直坚强 胸怀大志的人 每当想起自己受供应这一支 都要发汗战役 可以想见 供应是一种多么残酷的情感 而接受供应的司马迁 已经47岁 史记的写作进行了一段时间 那么在经历了精神与身体的 双重折磨以后 即将迈入至天命之年的司马迁 对人生 对社会 有一个什么样的真实呢 接受供应以后 司马迁被迫 从一个被人们看不起的 那个社会最底层的 那个社会身份 去看待人 看待人生 看待历史 所以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和他接受供应之前 和24史的其他的史学家 对人物的评价 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那么这种改变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 首先 改变了司马迁的生死观 我们都知道 司马迁说过几句 非常有名的话 说人不有一死 死有重于泰山 祸轻于红毛 说司马迁对生死的看法 在李宁之祸的前后 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你比如我们看史记 史记中间有一篇 叫纪布列转 写项羽手下的一个将军 叫纪布 这个人在项羽手下是预言猛将 夺刺打败刘邦 所以刘邦对他很恨 项羽自杀以后 那么刘邦一直通缉纪布 而且下令 谁要窝藏纪布 要宜谁三足 纪布呢 没有办法 就先投靠了一个人家 后来有这个人家把他转卖到当时的一个大侠 朱家的家里边 朱家知道买来了这个奴仆就是几步 然后朱家到京城 亲自找到刘邦最信任的太普 就是夏侯英 腾宫就是替刘邦赶车的那个车夫 然后给腾宫讲了一番话 说你刘邦当了国君以后 你能把项羽手下的臣子杀光吗 不可能啊 而且你刚刚得了国君 你就为了抱自己一几只寺院 非要杀纪布这个人 如果你真把纪布逼急了 那么要么他向北面逃到匈奴那 要么他向南边逃到南越那去 你不等于拿一个壮士去辞助你的敌人吗 说完这个话以后啊 这个腾宫很信相信 朱家的话 他用这个话去劝刘邦 刘邦后来听了这个劝以后啊 就赦免了纪布 纪布在刘邦那个朝 做了郎中 到了惠帝朝 纪布就做了中郎将 到了文帝朝 纪布就做了太守 纪布后来成为西汉开国的名臣 司马迁最后在谈到纪布的时候 他就非常有感慨 纪布在项羽赛的时候 那么一个将军 他最后能够忍辱负重地 去做一个人家的奴隶 他不觉得做奴隶为耻 他就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有才 这个才不能白白地浪费掉 所以他忍辱负重地活下来 我们看司马迁对纪布的认识 对纪布的评价 实际上是他经历了李林之祸以后 他才认识了纪布 他才能够正确地评价了纪布 所以我们读史书 我们读史记 要想真正地读懂史记 我们必须要领悟人生 领悟社会 我们对人生和社会理解得越深刻 越能对史记领悟得越深刻 再一点 司马迁节奏功行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家里没钱 要有钱 司马迁何至于受此大辱 所以这个李林事件以后 司马迁对钱有了崭新的看法 所以司马迁就觉得 人追求富有是人的本性 是没有过错的 只要取之有道 所以司马迁专门写了 在史记中间写了一篇 叫《霍直列传》 在《霍直列传》中间 他充分地肯定了 人们追求富有的正当性 所以司马迁说了 他举了很多例子 其中最有名的有这么一段话 他说天下兮兮兮劫位立了 天下嚷嚷劫位立了 说天下的人兮兮嚷嚷跑来跑去 为了什么 都是为了一个立 他说上至诸侯王 下至编户百姓 人们都在追求立 追求立本身并不是错的 错的只是你追求立的不正当的手段 而这个观点也是司马迁 从自己的惨痛的教训中间 总结出来的 所以司马迁在两千多年之前 就认识到人们追逐 无知利益的正当性 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们应当感谢司马迁 应当感谢史记 再一点 李林之祸也彻底地改变了 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所以史记对许多人物的评价 表现得特别的犀利深刻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史记有一篇叫 《肖像国诗家》 写刘邦手下的一个重臣叫肖和 肖和是刘邦最信任的大臣 但是在汉高祖十年 陈夕叛乱的时候 吕后说韩信 勾结陈夕叛乱 把韩信杀了 当刘邦得知吕后 杀了韩信以后 刘邦立即加封了肖和 给肖和加封了五千户 而且给肖和 这个派了五百名士兵 肖和很高兴 宴请五五百官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少平 他去到肖和的宴会上 去打他的信头 为他吊丧 说皇上在外面评判 你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 之所以对你加封 是因为皇上因为韩信的事件以后 对你不信任的 这个加封之后 一旦皇上回来 肯定要收拾你 肖和听了以后 这个酒也不喝了 把宾客全部赶走 找不出来一个办法 这个人就帮他想了个办法 说你怎么办呢 你要想化解这场危机 那你只有怎么办 你把你家里的财产 全部捐出来 这个肖和没有办法 就忍痛把自己的全部家财 捐给刘邦 作为军费开支 当肖和把自己全部家财 捐出来的这个奏章 送到刘邦手里以后 司马迁写了个五个字 高地乃大喜 汉高祖刘邦看到这个 肖和的作战 非常高兴 这五个字来之不明 这五个字非常深刻的 把一个开国皇帝 对开国功臣的猜忌心理 揭露得淋漓尽致 刘邦可以怀疑任何人 但是刘邦不应该怀疑肖和 肖和跟着刘邦 肖和给当年给刘邦是在一个县 当肖和是个副县级干部的时候 刘邦还是个四水亭长 肖和当时就很照顾他 从刘邦起兵以后 肖和就跟着刘邦 而且肖和不是一个人跟 他是带着全族的人跟着刘邦 打天下 所以刘邦打了天下后 要论功行赏 大臣们都主张 说曹参功劳第一 应当曹参先锋 刘邦说不对 应当先锋肖和 刘邦当时还举了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他说你看见那个打猎了吗 打猎的时候有猎人 还有猎狗 那个猎狗是追捕猎物的 你们所有在外面 攻城掠地的大将 都是那个猎狗 你们叫猎狗 而那个肖和 他是指使猎狗追捕猎物的猎人 他叫猎人 刘邦就提了这么个理论 说肖和是猎人 曹参这些人都是猎狗 那么狗和人相比 谁的功劳大呢 当然人的功劳大 所以肖和第一 曹参第二 这么一个肖和 竟然晚年 刘邦晚年竟然猜忌到他 而司马迁就把刘邦 对功臣的猜忌给揭露出来了 二十四史通读下来 没有一个史学家 能够像司马迁这样 习历深刻地 把开国皇帝的内心的隐秘 剖析得如此清楚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李陵事件以后 司马迁对皇帝的专制 对皇帝的残忍 有了新的认识 汉武帝 借李陵事件 强害了司马迁 他也改变了 司马迁的人生的轨迹 同时呢 汉武帝的作为 也造就了一个伟大的史学家 和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 史记 那么我们的读史记 从下一讲开始 我们读史记 就从和司马迁的人生 关系最密切的汉武帝 开始讲起 汉武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怎么样 登上权力的顶峰的 请看下集 恭维绝逐 谢谢大家 汉武帝是史记中 记载的最后一个毛绿 也是与司马迁关系 最为密切的毛绿 就是因为汉武帝 司马迁的人生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那么对于这位 争议坡脱的汉武帝 司马迁的观点是什么 他在史记中 到底如何记载和评价 他的这位顶头上司 百家奖谈大型系列节目 王力群独史记 哈里的地区 恭维绝逐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